好 請看組儀式 我們介紹的是分數的乘處 那分數就很簡單 你來看這邊 請看這裡 比如說我說 a分之b跟c分之b為分數對不對 請問你怎麼乘 相乘怎麼辦 就是很簡單 分母乘分母 分子乘分子 所以變成多少 變成呢 a c分之bd 如果不會的話 你還會自己寫個例子 比如說3分之2乘以5分之4 那是多少 就5 3 15 2 4的8 這個很簡單吧 那歪前這個符號怎麼辦 所以加符號 那歪兩都是符號咧 那就正 就負不得正 就完全一樣 所以很簡單 分子跟分子 分母跟分母 但我要講的中間是告訴你說 有要約分中有怎麼約分 好 我們先看這地方 什麼是倒數 倒數是來 畫起來 兩個分數相乘等於1的 就稱為倒數 舉例 3分之2跟誰是倒數 2分之3 這兩個就互為倒數 這樣會不會 0是沒有倒數的 這會不會講太不難吧 0要倒數 會來齁 好 第四個我要介紹的是 如果是除法怎麼辦 除法的話 怎麼除 顛倒數 我們舉例 來 譬如說2分之3 除上 4分之5 好了 這怎麼除 顛倒數 一樣 2分分先造型對不對 然後把除的變成 然後後面取倒數 來 4分之5等多少 5分之4 來看這邊 看這邊 接下來你要注意 有個很重要的動作要約分 人約分的先約分 請問你怎麼約 一定要分子跟分母約 所以2跟4可以約 1跟2吧 那接下來各成成 來吧 15得 5 32得 6 這個答案 那當然一樣 如果外有負號的話呢 就像負號就好了 就完全相同 對不對 這樣會來齁 記住 如果相成的話 就是記住 負負責證啊 正負負負的觀念就可以了 會來齁 好 然後呢 如果你有遇到代分數怎麼辦 代分數 先換成假分數 再相成 然後要記的什麼 去關號法則 什麼去關號法則 忘記你們來 旁邊抄一下 正正得什麼 正正得正 正負得 負 負正得 負 還有負負得 正 對 這個應該很好記 好 自己把它抄起來